大家好,我是富咖啡的小宇 先前就是有跟加糖咖啡的老闆 就是辛芒綠杯的發明人可樂哥 我們有討論到就是有關於辛芒綠杯 雖然它蠻適合很多的不同的沖煮方式 但是對於剛入手的手沖新手來講 他們其實是找不到那個訣竅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一起共同來開發一個 新手適合沖煮的一個辛芒的標準沖煮 它原則上就是跟一般基本的沖煮差不多 它是分成為三段 但是它其實是對於風味跟醇厚度 會做一個二分法的方式去做一個整理 OK,我們在這套示範沖煮的是 哥倫比亞的液劑水系 水溫的話是用90度 在家裡比較常見都是用熱水瓶 熱水瓶的水直接加到手沖煮的話 大概會降10度 所以我們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度數 去模擬就是一般新手在家裡沖咖啡的時候的溫度 克數是20克要沖300cc 我這次用的咖啡的磨度是VTA的12 那它大概等同於大概是小富士的4左右 大概2砂的粗細再稍微粗一點點 基本上的沖煮它其實蠻單純的 就是它分成三段注水各30秒 掌握一個原則就是它在注水的時候 不要一次把要沖煮的水分一次倒下去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造成細粉的堆積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你的注水的水注在前段的時候越小越好 然後盡可能在越接近30秒的時候 將水注完 然後在第31秒的時候 再注入100cc的水 切記水注要維持一定的穩定度 然後在1分01秒的時候 會注入第三注 這時候把它注滿到370 然後必須要把整個的粉塵做到大概 約接近大概8、9分滿 然後等它流完的時候 應該會在2分鐘左右結束 OK 實際結束的話 剛好是1分58秒 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這個沖煮的基本邏輯 就是原則上注意以下幾個我們要強調的重點 就是你的三段注水分別是50cc、100cc、150cc 注水的結束點越接近30秒 出來的呈現效果會越好 千萬不要一下子可能前5秒就已經注了50cc 然後再等它門真 因為它其實水分跟咖啡粉的接觸時間其實不夠就已經流下去了 所以萃取的整個整體效果會不好 我們所設計出來這樣的沖煮方式是我們認為整個平衡感沖出來的味道是我們認為最均衡的 它的調整的方法的話就會變得比較單純 就是比如說你想要讓它酸一點的時候啊 你把前面的注水把它改成80或90 你的第二段注水就變成是要150cc去減掉90cc 所以你的第二段注水就會變成60cc 那第三段注水的話就是維持150cc去維持它的拔底 那你如果想要挺一點的話 你可能把第一段的注水改成30cc 然後第二段注水改成120cc 所以一個比較簡單的邏輯的整理方式就是 不管你第一段注了多少水 當你決定要注多少水的時候 你第二段要注到150cc就對了 然後第三段到300cc 用這樣的一個邏輯做推演的話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的酸跟甜的走向 然後至於所謂的濃淡的話 它就會更單純就是調整膜度 就可以做出濃跟淡 那這樣子對新手來講 它就會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我這杯咖啡的呈現啊 少了什麼多了什麼 我應該要怎麼去做調整 心裡會有一個走向 那天就在想說 我們應該要幫這個沖發想一個什麼樣的名字 所以我們兩個是同一個世代 都很喜歡打電動 那我們就想說它既然分成三段 又分成兩等份去做軀殼的話 它就像一個天秤嘛 所以我們就後來就想說 不然乾脆就叫三國無雙好了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其實對很多人都 可以馬上就有迴響感 那就是這次三國無雙沖發的一個基本介紹 我們在這次三國無雙沖發的一個基本介紹 我們在這次三國無雙沖發的一個基本介紹 我們在這次三國無雙沖發的一個部分 我們在這次三國無雙沖發發發的一個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